哪篮巨人张欢不解为何单身?他们都喜欢招握完,却没人愿意嫁给我。姚明这个名字对于所有篮球迷来说应该都耳熟能详。姚明是中国篮球至今为止出现过的最杰出的一位球员。姚明对于中国篮球的贡献可以说空前的,姚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。 很多媒体表示与姚明的身高有着直接关系,甚至很多人都认为姚明是中国篮篮历史上最高的球员,其实并非如此。有一位男篮巨人,比姚明还要高12公分,他就是张欢。张欢的身高12米38,比姚明足足高了12公分。张欢由于身高原因所以很早便进入体校,作为篮球苗子培养。 年轻时候的张欢还曾在上海南岚与姚明一起训练,不过虽然张欢有身高优势,但是脚步和移动速度,与姚明相比有着很大差距。 最终张欢由于伤病选择放弃南岚这项事业,而在退役之后张欢的身高受到很多商家的青睐张欢,也从此开始以走学表演为生。 由于工作原因,张欢一年中,大部分时间都居无定所,在表演过程中,张欢也结识了很多女性伴侣,这些女性朋友,都非常喜欢跟张欢玩。 甚至有很多女孩通过与张欢合影来与张欢亲近,由于女性缘非常好,所以很多人都认为,张欢一定早就结婚了吧。 但是事实并非这样,张欢还曾为此公开表示希望早日脱单,对于自己单身的原因张欢直言,不解为什么女孩都愿意和她玩却不愿意嫁给她,对于张欢遇到的这种尴尬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遗憾。 有些网友表示,可惜了,这要是身体好,篮球界又多了一个巨星,希望张欢可以早日找到她生命中的另一半吧,祝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